有工作的人 有劳保 工保 农保等 可以保障我们的工作跟退休生活 但是没有工作的人怎么办呢 十年前啊 这个政府开办了国民年金保险 只要是没有工作的人 不管是长时间或者是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之内 政府都要你强制投保 他会寄保单保费来给你 叫你要交 那虽然是政府的一番美意 但是也引来民怨 有很多人说 那你明明就知道我这段时间没有工作 没有收入 然后还要被硬性规定要缴保费 我哪里来的钱可以缴啊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 反正我不缴也不会被罚嘛 那就干脆不要缴啦 反正也不知道有什么保障 好 问题就来咯 如果不缴保费的话 还可以领他的退休金 跟申请相关的福利吗 政府说可以 但是跟你每个月 有乖乖缴保费的金额 差非常非常多哦 简单来讲 如果你只要没有缴保费的话 你以后可以领退休金的时候 每一年至少会少领三万块钱 哇 三万块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们算给你看 因为呢 这个年金哦 基本上有两种的计算方式 如果你每个月都有缴钱 好 你A式的计算 基本上呢 现在的月投保金额是 一万八千两百八十二块钱 如果呢 从2008年 好 我们看到了这个 国民年金上路 一直到去年2018年 因为现在是2019刚刚开始嘛 年资累计十年 再乘以它的保费费率 百分之零点六五 再加上它算是里面的 一个固定加总金额 三千六百二十八块钱的话 你可以算得出来 你以后退休之后 每个月可以至少有将近 五千块的退休金 可以领 好 这是A式 那如果是B式呢 就是说你有欠缴保费 你没有缴或者是少缴几期 那你只能用B式的退休金哦 B式少多少呢 月投保金额 一样是一万八千两百八十二块钱 乘以十年的年资 再乘以费率百分之一点三 好 你要缴的保费 相对来讲 是有一些费率跟加总的不一样 算出来 你以后每个月只能领 两千三百七十六块 跟你每个月都有乖乖的缴保费 可以领到四千八百一十六块 快要五千块钱来相比 你一个月就少领了两千四百四十块钱 所以你如果一个月少领两千四 一年十二个月 那算一算大概就是 两万九千多块钱少领了 所以如果你有乖乖缴钱 跟你没有乖乖缴保费 以后你领的退休金 一年就会少大概三万块钱 好呢 所以2008年在10月11号 10月跟11月缴费的这个十年大限 所谓的十年价限就是当初他们有立法 这个国民年金从2008年上路 过了十年 2018年去年就是所谓的十年大限 这个十年大限它算一算 日子呢 是到今年的一月底 好 今天是一月八号 好 一月初 距离一月底还有几十天的时间 如果你在这一月底之前 赶快把你以前欠的保费 较轻了 好 你一个月就可以领四千八 就是你以头可以开始领退休金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在一月底之前 没有把你这十年来欠的保费较轻的话 你以后每个月就只能领两千三 每个月少两千四 一年就少了快三万块 那如果欠费除了欠缴的年费作费之外呢 这个年资作费 那你给付必须要采这个B式来计算 好 不过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产生了 很多婆婆妈妈就会问说 那我每天在家辛辛苦苦的带小孩啦 或者是根本没有收入 我为什么还要缴钱给政府啊 那到底哪一些人需要缴国民年金呢 国民年金其实当初政府在设定的用意就是说 因为有工作的人有各种不同的保险 那你至少退休还有一笔钱可以过活 但是没有工作的人要怎么办 政府当然也要来照顾他们 所以这些没有工作的人 都要强制来缴国民年金的保险 那以后可以领退休金的时候 至少你每个月还有几千块钱的收入 好 那到底谁要来这个缴纳呢 好 凡是你没有农保 没有劳保 没有军保 工保的人 只要你年龄满25岁到未满65岁 他就会自动纳保 好 你就会自动收到一张缴费通知书 叫你要缴这个月的保险费用 好 到底哪一些人呢 比如说家庭主妇啦 或者是学生 学生因为你如果25岁以后还在念书 那你也算是自动纳入国民年金保险当中 好 还有替代役 替代役 另外未就业以及受刑人 这个宝藏其实都在这里面的 所以这个国保从2008年10月上路 一直到2018年10月为止 全国总共有多少人没缴 32万7千多人从来没有缴保费 大家根本就不想管这件事情 想说反正我不缴也不会被罚钱 我也不知道缴了要做什么 反正就不缴了 所以这32万多人呢 这10年以来从来没有缴过保费 好 那这个10年大限 如果你以前真的没有缴 你现在想要缴 至少以后还可以多领一点钱 要怎么样来解套呢 政府也提供了您一些办法 比如说如果你是年满65岁的人 好 第一个 你第一期的保费要先缴 缴了1508块钱 然后呢 你就可以月领年金 然后再分期缴剩下的欠费 因为65岁以后 你就可以领退休金了嘛 但是你以前没有缴的怎么办 所以第一期你先缴 缴了之后呢 虽然还有欠费 所以你一边可以收年金 另外一边你再赶快 把你其他的保费给缴完 好 那这个1508块 怎么计算出来呢 月头保金额 现在是17280块钱 乘以费率乘以负担六成 因为这个国民年金的保费 你自己要负担六成 政府帮你出另外四成 所以乘以0.6之后 就等于674块 一个月缴674块 那这个674块 再加上80块钱的利息 乘以2 因为保费是一次缴两个月哦 它两个月会寄一张单子给你 叫你要缴钱 所以两个月就是1508块 好 手机到保费1508 你先把这个钱缴了之后 你就可以一边领年金 一边再缴剩下的这个欠费 那如果你还没有到65岁 还没有办法领年金 达到这个资格的话呢 你就从最早欠费的年资 开始来补缴 那这往后好 可以让你欠费10年 慢慢地来延后 这个缴款的记录 所以除了国民年金 10年大限 还要特别留意保费的费率 因为从今年开始 这个费率又调高到了9% 其实从这个97年上路以来 这个费率本来从6.5%一路地调高 现在费率已经达到9%了 10年来就增加了2.5个百分点 所以这是费率的这个观察 那很多人说 我还是缴不出钱怎么办 那当然政府也有很多的配套方法咯 比如说 如果您真的失业真的没有收入 只要你最近这一年 个人的综合所得税 就是你全部的收入加总起来 在新台币50万元以下的 你就可以升级分期 或者是延期缴纳 这是政府的优惠 再来 如果是低收入户的话 你申请保费 并且由政府来全额补助 你就可以不用缴交了 由政府来全部帮你分担 那如果是中低收入户的话呢 申请只需要负担30% 或者是45%的费用 我们刚才不是说吗 一般人是自己要付6成 政府付4成 但是如果你是中低收入户的话 那你自己呢 原本要付的6成只降为 你只要负担3成 或者是负担45% 那如果您是身心障碍者的话 依照您障碍的程度 有可能是可以免缴保费的 我现在是在冰箱里面搅担 我现在是在冰箱里面搅担